我再來的一個工程的姻緣 再來就是禪秀的姻緣 再來我來談談藝術 這個大概是只有我獨一無二 很驕傲的可以在這邊 跟各位報告的 那時候 打完禪三 然後又打完禪七 打完禪七 然後那時候就積極一直在推動華古山 所以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創意 民國82年 那時候我建議師傅 我說 依我的 藝術界的人脈 跟關係 我們可以透過藝術 來募一些資金 但是 我跟師傅報告的那個資金 不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透過藝術拍賣 可以引進 這些捐作品的藝術家 這些捐作品的藝術家 捐作品的收藏家 然後 然後 來引進 來接近 我們的華古山 那麽也可以 那麽也可以 跟 這些 所有 在社會上 你雄回展覽的時候 大家來看 知道華古山 要做什麽事 因為 那時候是要蓋 蓋 那時候還沒提說 大學 佛岩所 所以82年 那個是因為要 蓋佛岩所 而拍賣 所以那時候引進很多藝術家 現在有這麽多藝術家來 在護持我們華古山 也是那時候 那 這一個 也是師傅 他要批准 才可以 有的是 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但師傅 他說這個很好 所以他是非常開通 他是非常 完全占性 然後 他完全交給我 他不干涉任何事情 有一位女弟子 他經濟狀況是很好 他也是認為他是藝術家 他去跟師傅搞蜜 他說 我這麽花心 我要捐我的作品 去拍賣 為什麽他不說 那 他只要說了 你放心 我會自己再把它買回來 好 但是 有這一點 師傅還是尊重我 因為 我們 我們 的專家 所選的這些奏品 不是隨隨便便的 我們是 在對歷史是可以交代的 所以每一戶 所以每一戶 我們要經過 認為 這個是夠水準的 所以我們滑骨上的東西 是這樣夠水準的 不是說你可以用錢或者用關係的 這個 這個 都是我跟師傅互動 深深的都能夠感受的 還不錯 然後 那一次整個全台灣巡迴展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理想法 我們要辦 這個佛學 佛學研究所 那總共 開了 三千多萬 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 對 但是那時候總共 已經民國八十二年 就收了 三千多萬 那 這個震撼 藝術界以外 還震撼佛教界 接著 慈濟 火光山 中台禪師 那時候 風雲雲雲起 大家跟著 藝術品拍賣 我們都是做 開拓者 這個是第一次 我有這個機會 來主持 完全放手 給我去做 這是我一輩子 很驕傲的一件事情 再來 再來 到了 民國八十七年 那時候 華古山大概差不多了 慢慢 這些山坡地 大概已經 嗯 整地了 什麼這些 大概 申請 秉賤什麼這些 大概慢慢的 那時候師父 雄心萬丈 他那時候就想 他需要辦一個華古大學 所以八十七年 我又重避戰袍 那 又 去做 這一個 第二次的 藝術品拍賣 所以那時候 很多藝術家 就是因為跟 很多拍賣公司 書戶比 家室的畫廊 很多台灣的畫廊 那時候大家都變成 來接近我們 這一個師父 而且認為說 這麼好的師父 我們認識了台灣 那這些高 高品質的 這些信眾 就有慢慢 這樣來建立 所以那時候 林曼莉 黃光然 林曼莉後來做了 這一個 故宮的 宴長 那我現在 可以插播一下 師父的夢寶 師父 在室的時候 故宮有收藏 兩戶還是三戶 他不能叫做收藏 他不能叫做收藏 因為師父 還沒有園集 還沒有園集的人 不能入故宮 那林院長 大哥你了不起 他想來一個旁邊走道 這兩件作品 是叫做 研究品 不是收藏品 好 那要等到師父園集以後 現在 變成 師父 在所有 高僧裡面 他已經 他的作品 被列入 在故宮裡面 這個也是要謝謝 林曼莉 林院長 那時候黃光南 也是我們的委員 也是我們的委員 現在是 他也做過台北市立美術館館廠 他現在是台灣藝術大學的校堂 這些都是那時候整個 這樣過來的 這樣過來的 那第二次拍賣的時候 還加上 手足 珠寶 所以總共 來了七千多萬 所以這個 每一件事情 我一面講經過 一面講那個影響 講師父的想法 讓各位 好像聽故事一樣 OK 那麼再來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 更勁爆的 就民國八十八年 九二一 那時候大家 都是舊祭 所有佛教團體 大家都是舊祭 尤其是吃祭 所以後來舊祭 你已經 贏不起 新聞媒體的注意 因為 太普通了 大家都在舊祭 所以 師父 我跟師父提一個案 我們為 往生 為了九二一地震 往生的亡魂 用藝術 來關懷他們 來紀念他們 所以 有一個叫做 裝置藝術 天下 都會想好 好 好 感谢观看